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Uncle B2 接下來5月推出的遊戲好像比4月多了一點 但其實5月跟4月一樣 仍是處於遊戲方的月份 不過話雖如此 5月其實都有些遊戲值得大家一玩的 好 廢話笑說 今天我就照過往慣例 私心推介5隻202年5月推出的遊戲給大家 這個頻道主要想和大家分享我的ACG文化的看法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訂閱旁邊的鈴鐺和加入股源 方便追蹤我的最新影片之餘 也可以支持一下我製作更多與ACG文化相關的影片 第一隻私心推介的遊戲就在5月12日在PC上推出的 Ultimate Epic Battle Simulator 2 簡稱UEBS2的遊戲 這隻由獨立遊戲團隊Barian Game Studios開發的模擬戰役遊戲 由上代開始其實就令大家在一個沒有任務限制的情況下 創造大規模的戰役 無論以一個中隊的二戰美軍迎戰一千上萬的羅馬大軍 又或者用一萬隻雞 大家沒聽錯 是雞 和中世紀的騎士交戰都可以 Barian Game Studio 表示 這次UEBS2將會是最荒謬最瘋狂的戰役模擬器 大家可以在螢幕上感受到一千甚至數百萬的士兵交戰 大家也可以在遊戲中追入多個故事 或者其他玩家創造的戰役遊玩 更可以製作屬於自己的戰役和其他人分享 不過要在遊戲中出現數百萬士兵交戰場面的話 可能大家就需要升級一下電腦了 要不然玩玩一下UEBS2突然消遣卡或者消RAM就哭都無謂了 第幾隻私心推介的遊戲都是5月12號在PS4、PS5、Switch 5月13號在PC上推出的春世八連抄 這遊戲是一隻以真人演出的懸疑冒險遊戲來 由SquareX發行 而遊戲的故事就趕述40間一族 有一個神秘死亡事件已經持續了100年 而在2022年的春天 懸疑小說家何何建堯受科學家40間永詩所託 和編輯山賴明里一起拜訪永詩的老家40間宅弟 永詩的委託就是想搖查明在櫻花樹下發現的白骨屍體身份 以及尋找據說沉睡在40間宅弟的北路果實 而明里亦將一本記載永詩祖先的古書給搖看 遙看完古書之後就解開永詩想知道的事件 但就在這個時間在遙的眼前就發生了一件陷動40間一家的殺人案 遊戲的故事就是這樣展開 遊戲裏面兩位主要角色何何建堯和40間永詩 就由英廷奈奈奈和平江優泰飾演 另外遊戲的其他角色也有很多日本知名演員和藝人飾演 包括坐野案、重盤約賽、假木效明等等 至於大家在遊戲裏面需要扮演何何建堯 將一些謎題和線索組合出來 再推論出一些假說 同時進行推理和事件分析 查明各國事件的真相 從而找出兇手感 如果大家喜歡玩一些懸疑推理遊戲的話 這隻春世百年抄應該都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第三隻私心推介的遊戲都是5月19日在Switch和PC上推出的國體 嗯哼 泰國納子傳5DX 泰國納子傳系列由初代到現在已經有30年歷史 這系列亦由本來大家扮演風神獸吉體驗他的一生 演變到大家可以扮演在日本戰國時代眾多戰國大名或武將 甚至可以自創武將在遊戲裏面利用不同身份去體驗整個日本戰國時代 那今次泰國納子傳5DX就是由18年前2004年推出的 泰國納子傳5的HD高清加強版來 除了畫面高清之外 亦都保留了當初原版的玩法 甚至追加了100名新的武將和一些新的事件劇情故事 另外今次遊戲裏面更有一個貓武將模式 在這個模式裏面眾多的武將更會變成信Mail之野望裏面所登場的貓武將 對於我來說泰國納子傳5算是其中一隻經典得來 亦都算是陪著我長大的遊戲 光榮你出這個5代的HD高清加強版 其實我都很開心 但是我份人比較貪心一點 不知光榮你未來的時間可不可以出太過納字轉6呢? 第四隻私心推介的遊戲都是5月19日 在PS4、PS5、Xport1、XXX、XXS 和PC上推出的Vampire、The Masquerie、Swans On 中文譯做吸血鬼、惡夜獵殺、天鵝之歌 這隻遊戲在2021年的PC Gaming Show 線上節目中首次公開消息 由Big Bird World開發的RPG 他們表示這隻遊戲是由卓上遊戲改編而成 大家需要在遊戲中控制三位擁有吸血鬼力量的角色 透過每一次對話或謎題的選擇 對各種環境的探索 甚至運用他們的特殊能力 在人性和吸血鬼的血液引發出來的獸性之間謀求平衡 去決定波士頓的未來 而遊戲裡面有超過15種不同主角的結局 和波士頓的未來走向 整體遊戲的感覺就是一隻最似式的ARPG 另外這隻遊戲其實還有Switch的版本 不過遊戲Switch版的推出日期可能要遲些 可能要等到今年較後的時間才推出 如果大家是喜歡玩一些最似式ARPG的話 這隻吸血鬼、惡夜獵殺、天鵝之歌 可能都挺適合你玩的 第五隻私心推介的遊戲就是5月26日 在PS4、PS5、Xbox One、XX、XXS 和PC上推出的Cyberlink 5 中文譯做《追擊精英5》或者《追擊之神5》的遊戲 五經五覺時間真的覺得快 《追擊精英》由2005年初代開始 到現在系列遊戲已經出到第五集 這次遊戲大家就要扮演神食手Kyle 前往1994年的法國 消滅納粹黨的高級官員 並且破壞可以顛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局的Kraken計劃 而這個系列的眾多特色 例如出色的彈道系統 以及X-ray的擊殺特射都會保留 並且加以強化 加上遊戲今次有一個新的自定義設定 可以令大家能夠調整自己的追擊步槍 其他武器和彈藥 配合遊戲裡面不同的任務和個人的遊戲風格 所以大家是可以一如以往去追擊敵人的… 某些部位的… 當然啦 算是系列傳統的敵人 元首希特拉是會繼續在這次遊戲被大家去追擊的… 各位追擊精英系列的Fans 或者喜歡玩一些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背景遊戲的朋友 這隻追擊精英V大家絕對不會錯過 好 以上就是我私心推介的5隻遊戲 那大家有沒有其他2020年5月推出的遊戲 是最期待而且很想快點玩到的呢? 不妨在留言說下有哪隻遊戲你是最期待 以及為什麼這麼期待 我是Uncle B2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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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